大家好,这里是安波华语足球快讯2023年8月5日 周六中午,女子世界杯16强赛一触即发 首场较量由瑞士女足对阵西班牙女足 虽然瑞士女足以A组第一的身份出现 但其攻击力十分平庸 面对分组赛表现不俗的西班牙女足 是一瑞士女足不宜高估 分组赛战罢 瑞士女足录得一胜二合的不败战绩 以A组同名的身份成功晋级至16强赛 不过,瑞士女足在此期间的表现并不具备说服力 要知道,她们分组赛的得失球比位2比0 入球数在16强球队中第二少 而且,首场分组赛面对菲律宾女足的其中一球 只是由巴志文通过12码取得 对比世界杯前的友谊赛可以看出 瑞士女足的攻击力是处于下滑去世的 再者,瑞士女足面对菲律宾女足全场攻攻门19次 攻入两球 面对挪威女足和纽西兰女足分别攻门6次和3次 最终颗粒无收 可以看出她们进攻效率不高的同时 面对实力相当的球队时 很难对对方形成有威胁的攻势 有见即此,面对进攻打得有声有色的西班牙女足 瑞士女足凶多吉少 投两场分组赛 凭借珍妮花轩摩素和爱巴列当度等人的精彩演出 西班牙女足完胜哥斯达里加女足和赞比亚女足和日本女足携手提前出现 换言之,两队在分组赛莫伦的直接对话将是小组守名之正 不过,西班牙女足在备受看好的情况下 最终以0比4不敌日本女足 只能以小组第二的身份出现 需要知道的是 作为C组在16强赛的对阵方 A组排名在前1日就已经确定 比起入6球失意球的挪威女足 攻击力更弱的瑞士女足显得挑战性更小 西班牙女足上仗战役不高 自然很好理解 另外,西班牙女足上仗也在几个位置上进行了轮换 为主力球员争取更多被战16强赛的时间之外 也可以借此尝试不同球员组合 对西班牙女足而言可谓百利而无一害 回到正题 西班牙女足三场分组赛共有5人打开入球账户 可以反映出西班牙足球风格 可以令多位球员成为破门得分点 如今进入更为残忍的淘汰赛阶段 西班牙女足势必施展浑身解数 感谢您的收听